啥样的人才能当上顶级模特 即便不好看 那也最起码应该身材条件够硬 气质够过关才行吧 我这里说的不好看 注意 最起码也得是正常人水平的吧 但是偏偏有这么个来自泰国的超模 如果真要有普通人的模一样 都要卸权卸地了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丑 行走江湖 好的就是丑 他叫梅尔扣名简称玛雅 他来自泰国 他的长相因为一种先天性的遗传疾病 遗传性外黑夜器官发育不良 这个疾病让他从小就长相有点奇怪 越长大越奇怪 现在二十岁的玛雅 这个面容 实在是让一般人都无法进行正常的审美观察 说句实在的 真丑 但是 样子都是天生的 你无法改变 也要改变黑整容 但是你看看玛雅 整不了的 而且就算是能整 造价也就太贵了 居然无法改变 那就适应他 驾驭他 玛雅就是这么做的 高额头 他鼻子 双眼 间距呼唤 头发系数没有眉毛 嘴唇偏厚 而且外般严重 仔细看的话 脸还是歪的 但是 玛雅都驾驭住了 镜头前面的玛雅非常自信 一开始玛雅也是无法面对自己的 但是 他有个大自己六岁的哥哥 跟他也是从小就丑 到震惊全国的孩子 但是 哥哥性格非常开朗 他经常开导玛雅要自信 玛雅也是这么做的 渐渐开始化妆 穿好看的时髦的衣服 就算经常被围观 他也毫不在意挺胸抬头走路 然后在今年二月份 恶怒的Masker的2018比赛中 也是拿到了名次佩服 然后等待玛雅的就是各种广告了 甚至被很多欧美的大品牌相中 邀请他去拍广告 他们认为 已经有太多的过于标准的模特了 他们千篇一律让人难以挤住 看到玛雅的时候 那种冲击力让人难以忘记 于是 靠自己的特色 抽到了国际水平 现在的玛雅已经是非常有名的国际超模了 对了 有一点必须要提一下 他是个男的 是变性人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